我跟你说你记住了 你做密歇养的做事 我肯定能治你就完了 我要你这么损 你要是没理的话 我骂你 大嘴巴嫂子 是不是我了我跟你说 男子商店买了一盒香烟 只抽了一口就知道是假的 当即怒致商家没有良心 而商家则认为 男子没理脚三分 那么男子买的烟 究竟是真是假呢 眼前的男子名叫小李 他称自己家住东北 最近几天趁着假期 来到西安旅游 下车站第一件事 就是去商店买烟 殊不知引起了一场矛盾 当时小李买完烟后 拖不及待的就抽了一口 身为老烟民的他 瞬间就感觉味道不对 于是便找到商店老板 要求退钱 可老板却认为自己诚信经营 一生坦坦荡荡 所以回绝了小李的要求 小李见对方不愿退钱 反而态度还十分强硬 这让小李也来了脾气 当即给烟草局打句电话 控诉商店卖假烟的行为 可此时天色已晚 工作人员早已下班 所以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无奈下小李只好选择报警 见到民警的到来 小李感觉背后有了靠山 冲进商店就对老板一顿口吐芬芳 根本不给老板解释的余地 在老板看来 自家烟都是烟草局配送的 怎么可能掺假的 可对于老板的说法 小李并不接受 认为老板就是为了贪图私利 事后小李情绪变得更加激动 男子火车站买烟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烟确实是假的 而小李则称自己有多年吸烟经验 只要抽一口就能断定烟的真假 如果他判断失误 那么他可以任由民警处置 你这烟我跟你说 他不是假我拿挖给你 你试试就完了 我给你 而民警也不相信小李的一口说辞 决定先对烟进行调查 可就在这时 小李又有了新的幺蛾子 声称老板把烟给调包了 并不是他之前购买的那批假烟 店老板对此难以接受 他们店虽然在火车站附近 但他们一直都是合法经营 调换假烟的事情 他们绝不会做 希望小李不要胡搅蛮缠 连个证据都没有 就胡编乱造 说到证据 小李当即要求调查监控 但老板称他们店内设施比较陈旧 所以从始至终都没有监控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小李突然想起 自己当时是在酒店拆开的包装 可以凭借包装纸 来断定烟是否掉包 事后民警跟随小李来到了酒店 那么结果如何呢 小伙子抽了一口烟 就断定自己买的烟是假的 找到老板退钱 老板却当即拒绝 小李见状报警解决 可就在民警对双方进行调解时 小李却称柜台的烟被老板调包了 为了了解真相 小李带着民警来到酒店 找到了当时私下的烟盒包装纸 而经过民警对比 发现私下的包装纸和香烟吻合 所以不存在吊包的情况 因为现在正值深夜 烟草局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想要辨别烟的真假 只能等到第二天 于是民警便劝小李 先在酒店休息 等第二天 他们拿到鉴定结果 再通知小李 而小李也同意了民警的说法 但如果鉴定出烟是假的 那么他还会找老板麻烦 让老板对他假一赔三 事后民警再次来到商店中 决定叮嘱老板几句话 毕竟身为旅游城市 一定要给游客留下好的印象 而老板最终也同意 如果烟确实是假的 一定会对小李寄行赔偿 那么你们认为是老板不想诚信 还是小李无理取闹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